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10特別版 Sacado 大家現在都心急 現在就開箱 現在我們就開了這部M10的Sacado 這部機其實是Sacado 或者大家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來頭 這個Sacado是一個意大利的老牌豪華汽車設計公司 在1919年已經成立 這個公司其實是之前和不同的汽車品牌設計過不同的特別版的汽車 這部M10其實是第一部特別版的M10 你會看到它很多東西都精簡了 只有250套的生產 而Leica和Sacado 其實大家都是同一個理念 希望這個設計出來的東西 是恆久完美 和精美 仔細 豪華 和典雅 這些大家都是互相相同的地方 而這部相機 它也是設計到一體化 你會看到 譬如說這個背帶位 這裡都是一體化 省略了這裡是Hot Suit 閃燈位 沒有其他多餘的部分 而且這個手這個位置 也都是有少少微微的拱起 方便你握手的時候更加舒服 也是遷就的人體工學 在這個Framelight 這個控制桿那裡 也是取消了 更加令到整體的相機更加的簡潔 而且那個Body Cap 也是配上特別一點的效果 你用一個 拉架的紅色 更加是圓目搶眼的 而且你看到 這個上面是沒有了個Cell number 其實是在後蓋裡 揭開的時候 就會看到是第幾部 這方面 相機的後面 亦都是跟之前 NEIKA的M10一樣 也是簡潔的 按鈕也沒有改變 這裡也是一樣 這個是ISO撥盤 亦都是跟之前一樣 但是做得薄了一點 這個外觀總括都是很帥 而且它的Logo更加低調 就用了類似Titem色的效果 而鏡頭方面 這支其實是35 1.4 但是你外觀看上去 罩眼你會覺得是一支51.4 因為它沒有了遮光罩 但是呢 是內致的 這個跟 51.4的設計是相若 你可以看到很多 它的寫著 Sicato 而裡面 是有寫到 Lieke 是什麼鏡頭 Summerlux 第幾支 什麼CO number 有寫到 但是呢 只是有黑字 就沒有填到顏色 這樣東西是更加低調 還有呢 這個設計呢 你要看到呢 它這裡呢 有一點點像 跑車的那個 流線型的感覺 那個設計 看來這裡呢 是很漂亮的 亦都是跟 之前普通版的 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 這些字呢 這些marking scale 是有黑 有雕刻 但是沒有填顏色 那 看看這條皮帶 它這裡呢 用了很漂亮的皮去做 還有選擇了是紅色的顏色 配襯相機的時候呢 更加是搶眼的 而且呢 在這個 上皮的上面 是印了 都是士加圖的 那另外呢 這裡呢 就沒有了一個鐵圈 就不會因為這樣呢 而跟那個相機呢 互相磨擦 卡花部相機 它這個是直接呢 在這裡 上下去呢 那就OK的了 我們不時呢 會有攝影器材的介紹呢 上載到網路上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多謝你 給個like我們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